大家好,好一段时间没录影片,最主要原因是多了其他东西 再加上时间也不允许,很久没时间录,今天一次过录了过往想说的东西 大家有没有在Facebook看过这个广告? 基本上是一个实验,一个人拿一大堆计划给一班人看 一班老板和经理看,里面有很多名人的计划 例如李安,有胡春宝,胡春宝就是台湾一个很出名的做面包师傅 甚至乎有些计划是主管自己的儿子女女 我看完后,当然很多人很有同感,当然很多人跳出来说如何误导这些人 大家在看完这篇是一个反叛 反叛是说不动人的广告有问题 不动人的广告有问题 其实先不要论这些东西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说回 如果你是在聘请一个IT人 很明显不出宝 他是很大司级,甚至乎李安也好 你做IT的你不会聘请他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事 你 是李安也没用的 你用不着 对不对 无论你多好也好 你的专场不向我这个红营 不对就是不对 这是很简单 这是其一 其二 当然他也想说的就是 要多给年轻人的机会 当然 对我来说 我也很有新同感受 当年我读完书出来的时候 我想找一份IT的工作 很简单的 他的道理就是 你没有经验,我不聘请你 对不对 那 OK 那是正常的 但是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新鲜人 你不聘请我 怎样有机会 有经验呢 所以 变成一个鸡与鸡蛋的问题 就是 我没有经验 你不聘请我 你不聘请我 我什么时候才能打破这个极限呢 当然 我很感谢当年 真的肯聘请我的老板 那我也要用我六年的时间 是我的到二生日 今天为止 做得最长的一份工 六年 六年 OK 嗯 我也用六年的时间去回报 他给我的这个机会 那 嗯 是的 所以 来到今天我菜肯这个位置 我有 我有资格 做事的时候 我当然 我都 给很多机会 年轻的 但是很多时候 嗯 不是我不给他们 当然 今时间 我也没有说 不给 有机会 那 应该我依然有请 只不过 那些 那些 不理想的话 那就 报协了 原因就是 很简单 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人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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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来 interview 那我和我另一个同事 去interview interview之后 那个同事 就说 这个是高风险 因为 他之前跳过一份工 那份工 他做了一个月 就说不适合 就说要转工 那我也有这个 疑惑 所以我就 我就去私底下 再跟他谈 第二次 interview 就当是私底下 那 到最后他说 他想要 OK 那 我就 拿我的人头去担保 我说 这个Kentudy一定没有问题 谁知道 他不但做不得场 他还突然没有上班 我们叫MIR Mission in Action 一天没有上班 叫他 没有接 大日 又是依然没有上班 又没有接电话 又没有成 完全没有通知 直到几天后 才找到他 才说我辞职 也没有回来正式说 怎样做什么手术 就回来订下 他拿自己的手机 和资源卡 回来订下 就走了 从此 从这件案子之后 我已经 在人事部 HR面前 我根本没有牙力 去 帮任何人fight 只要看到这个resume 老实说 只要我看到这个resume HR就会说 那你那个人没有? 那我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 亦都是一样 因为 resume上高 很 很 很 经常跳槽 然后 我都说 给个机会去 因为 在这个interview里 他说 你给个机会我 OK 那怎么知道 他刚才发觉 幸好他到晚没有反攻 不然就麻烦 才发觉 他说 他好像有精神病 说了大论 很多奇怪的事情 对HR来说 所以 亦都主动说 不爱你签 莫佛列德 说我看不起他 那后 他又走回来 求我们 当然 我们就不会给他机会 所以 两个案例 所以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大三个机会 去作出这个判断 因为 过往 我的人在那里走的时候 我都被老实捉了去消费 所以 我有转过 一个 intern from intern to permanent 两个 今时今日都两个 一个 做一年多 就走了 那 对 所以 有时候我就认为 我 我说我老板 我想给你们机会 但有时候 很多时候 环境不允许我 现在唯一有机会 就是 intern 进来表现好 有机会 permanent 就这样 所以 就这样 我想说的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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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这个实验 其实有些 不是有些 是实践不到人 亦都 他 他的 成功的地方 是他触动了很多 二十多岁的 年轻人的 三星 但是 他没有带出一个 在我们 作为一个主管的角度 去看的时候 所面对的难题 和挑战 所以 我拿出来再跟大家 看看 作为一个 社会新鲜人 我始终认为 你要不怕 我最近 也认为一个 intern 我都跟他说 我给的机会 你进来 最主要原因是 他在读 computer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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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ering 他就说 想做software engineering 所以 我又跟他说 你要这样跳很难 因为你的理论上高 没有 不是理论上高 而学习的东西 没有 major software engineering 所以 你都不懂 你怎样 所以 我 因为我 我盘子 你有半年时间 那 你进来 这半年时间 你想怎样 我跟他这样说 你进来 你除了利用你的人力 做一些比较 routine 的东西之外 你开换你的 他最大的弱点 还是过分 他在院登后 还要回去 一年书 如果你回去 两三个月书 我还可以接受 一年后 我这半年 其实 train you 是白费的 因为一年后 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回去 做之如此 所以很多主管 都看不上 这个院登 但 我都认为 我一向的 市民 我决定请他 这半年后 他可以 到底怎么样 我们 拭目以待 要到明年二月 才开始 这个院登 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 还有这么长日子 可能他找到 另一个院登 不知道 但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们有机会 进入一间公司 请物轮的老板 你尽量 在这份工里 找 你的学习机会 那 你才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去那里 一年后 六个月后 你走 我什么都没有学到 我始终不认为 一份工 是完全没有学 OK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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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